最近在黑龙江伊安县 一名刚出狱的31岁男子 因为没有身份证和户口 到派出所求助 民警迅速给他办了相关的业务 男子喜出望外 在拿到身份证的同时 也给派出所送了一面锦旗 送锦旗的照片 被传到了公安局工作群之后 引起了辅警张家伟的注意 他觉得这名男子非常的眼熟 像是他7年前刚刚上班那会儿 处理的一个摩托车盗窃案的 再逃嫌疑人 经过确认 最终得知 这答案是肯定的 这名男子被传唤到案之后 如实供述了当年的犯罪事实 目前已被批捕 高校办实事 男子送的锦旗 已经给出了最准确的评价